说到微信是我们使用最频繁的一个聊天软件了 但是微信每次发消息打字呀很麻烦 那对于一些老年人不会打字呀那更是困扰了 那今天呢教大家一个小方法 只需要打开这个功能呢 轻松可以解决这些打字的问题 赶紧跟视频起来看看吧 经常玩微信的朋友总是吐槽 打字速度太慢 有时候又不方便发语音 我们该怎么办呢 其实微信里面有一个隐藏快速打字的小技巧 非常简单哦 首先说一个最直接的 我们只需按住讲话筒 按住之后说出自己想说的话 那么说完之后呢 我们千万不要撒手 直接可以看到上方有一个文字 滑到文字上 这时它就会直接翻译出你刚才说的话 只需要将自己说的话 直接转化成文字 也是非常的实用哦 而且我们点一下文字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文字 是可以删除不需要的文字 稍微改动一下 但是它这个识别率是非常精准的 基本上是没有什么错别字哦 那么确认无误之后 我们直接点击对号就发送过去了 用这个方法一分钟能说出上百个字都没有问题 除此之外还有第二个快速打字的小技巧 点开这个加号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语音输入 那么这个语音输入跟刚才的语音输入啊 它是有点不同的 之前是一段话说完才可以翻译 那么这个呢就不一样了 它可以选择普通话或者是别的语言 相对来说功能比刚才那个还要强一点 选好我们说的语言之后 直接按这个话筒 今天天气不错吧 下班的时候买回来点吃的 用没有我去接你啊 这个话筒它跟之前的还是有所不同 因为这个是一边说 它一边就给翻译出来 精准率是非常高 基本上是没有什么错别字的 同样我们点击一下文字 也是可以删除个别的字 或者是改动一下 除此之外还可以添加表情 是不是非常实用呢 这个功能对于一些不愿意打字 或者是老年人来说呀 是太实用了 再也不用担心 因为打字速度慢 而被人嫌弃 解决了很多人的烦恼哦 一分钟说出几百个字 是很轻松 学会了你也试一试吧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没想到打开这个小功能 就可以打出这么多字吧 那看完视频 赶紧分享给朋友和家人 让更多人知道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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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提供